他還說叫我切放棄集 結果同意說我瘦 我真的是握著筆 然後眼淚滴著這樣子顫抖的去寫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不想寫 可是我不想看到他那麼痛苦 我好處想就是 我人生的這樣一路走來的所有的經歷 真的帶我戲劇上的表演有很大的幫助 但我想沒有任何人願意 用這樣的方式來讓自己成長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486惠客室 我們今天的來賓邀請到的是霸氣女總裁 鄭仲瑩 嗨 各位486粉絲大家好 我是鄭仲瑩 我很出露相欸 真的嗎 為什麼現在才可以像你這樣子賺很多錢 然後提早退休 嗯 你現在應該就可以了 剛剛我已經有聽到一些小道消息 好像聽說人們拍完一檔戲 就可以買一棟房子 怎麼好我怎麼都不知道 是誰可以告訴我嗎 一檔戲就可以買到貓眼 今天是我第一次真的看到仲瑩本人 美嗎 對 真的很美 而且喔 自己問我 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氣質 所以呢 我看了一下就是說 啊原來是你以前其實是學音樂的 對對對 你是從小就喜歡音樂嗎 還是說爸爸媽媽覺得說 你應該要學一點什麼 嗯 對 其實從小是因為我爸爸媽媽覺得 你應該要會一點什麼 因為我爸也算是學音樂的人 他算音樂的人 只是因為後來因為生活工作的關係 他就放棄掉音樂 我覺得他某種程度有種夢想 嗯 所以那時候小時候逼我學鋼琴 嗯 那種鋼琴老師就是你彈不OK 他就會拿齒這樣啪下去的那一種 哦 我就覺得天啊好噩夢喔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其實就是有點荒廢了 學鋼琴這件事情 一直到高中的時候 我為了要上藝術學校 然後趕快去極速的 就是極訓的去練回鋼琴 然後再去學了一個 樹底黑管 OBO 對對對 就是為了要去考上這個學校這樣子 英國的什麼皇家什麼 英國皇家音樂學員 嗯嗯音樂學員 所以你在高中的時候 你才真的覺得比較喜歡音樂 這個部分 其實一直都還蠻喜歡的啦 只是這畢竟過程是辛苦的 那我那小時候就不懂事 就覺得 哇好辛苦喔 可以不要嗎 很痛苦的 對對對 因為他就覺得壓力大 對啊 而且就是我遇到老師 可能真的太敬業了 就是會很殘酷的 就是那一種體罰型的老師 所以其實會某種程度 有害怕 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在台灣的音樂學的 我也還蠻慶幸我遇到這樣的老師啦 因為遇到這老師之後 我到了多倫多的時候 連多倫多的老師是在課堂上 跟學生說 哇我的指法跟我的嘴型 是非常好的這樣子 就是大家要跟我多學習這樣 我就覺得哇 哇原來我也是可以的 而且原來我也是有被看到 被讚美的這樣 可是中音樂器這麼多 你為什麼就單獨又要選OVOL呢 因為那個時候覺得我要考得上 我要贏得過人家 我就選一個最冷門的 是因為這樣 就是很熱門的 一定會有很多人學 提琴 小提琴如果沒有從頭學 那我這個集訓的情況之下 我怎麼可能去贏得過人家 所以其實有點投機取巧啦 就選一個就是比較冷門的東西 所以你高中是在台灣 我高中念了一年之後才出國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這樣講嗎 因為我們查不到你高中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想說 你會不會是高中 好可怕 你們是不是在掙扎 我念過一年華剛啦 然後就決定到出國出去唸 後來就出國去了 我就去多倫多這樣子 在多倫多完全高中 然後申請大學 為什麼會忽然面生 面生忽然又跑回台灣 而且你一回台灣 好像就直接就開始演戲了對不對 其實我是因為有一年的暑假回台灣 就是我申請到大學那一年的暑假回台灣 那回台灣的時候 就是在路上遇到一位 以前我老家在台南 我是回台南 在台南的街上 你想都沒想過 我在台南的街上遇到 之前廣告公司的一個朋友這樣子 他就說我剛好暑假要不要賺外快啊 然後有一個活動 你要不要去參加 那個大學的時候 對對對 我說哇賺外快好啊 暑假沒事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好那你就什麼時候到哪裡這樣子 結果好死不死那一天呢 我就發高燒到 完全動彈不得的那一種 是掛急診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放點 我就沒有辦法到 然後之後我再拜托他說 可以再給我一次機會嗎 因為我真的還蠻想去的 我想去玩玩看 而且我又可以賺你用錢 那因為你放過人家一次鳥 人家當然不開心啦 就說 好啊那你必須要試鏡 那你必須要幹嘛 你必須要怎麼樣 我就來來回回 台南到台北 那時候還沒有高鐵 我只是坐那種巴士 每次坐巴士到 坐四個半小時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來回兩趟之後 好 我就去出了他們的外景 外景只是那種可能 群眾人 群眾當中 我只是其中一個人 在那邊喊加油等等 那種啦啦隊這樣 結果也誤導狀可能就被看到 然後我就進了棚去露營 然後公司就跟我簽約了 所以我的第一家公司 是福隆 葛福宏他們公司 哇 各位朋友可能不知道 葛福宏喔 對不對 那時候真的是算是 一個 一個 一個綜藝界的 綜藝界的教母了吧 大姐這種重量級的這種 那時候他好多綜藝節目 好多節目 所以他就簽你了 對他就簽我了 然後他們 可是你那時候不是還在 國外還在念書 對啊 所以就是這樣 我就先申請了休學 然後待了半年之後 我發現 我好像沒有這麼能夠 適應這個環境跟生活 我就覺得我還是回去念書好了 那時候是大吉 大吉 大一而已啊 才大一OK 那年紀太小 那你爸爸會同意喔 當然不同意啊 辛苦栽培 然後又這麼漂亮的女生 我就很努力在說服他們 小公主然後到國外 是沒有到小公主 心頭肉 也沒有到心頭肉啦 有啦 就是從小打到大的那塊肉 那你爸 你那種老一輩的人 他們對於我們的愛 就是跟我們現在是 不一樣 對 詮釋的方法 表現的方法其實不一樣 而且其實我爸 就南部人嘛 他們就是 是愛不會說出口的 是 不像我們現在動不動 你女兒現在應該也高 高二高三 高三今年要上大學 那跟我女兒就一樣 我剛剛一直在看資料上 欸那你女兒搞不好 跟我女兒是一樣大 對啊 你應該也會常常跟她講說 愛你啊什麼什麼對不對 我以前會耶 現在比較不會了 哈哈哈哈 現在就覺得 你為什麼可以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 你為什麼不聽話 亂搞 那種判例 可是你那時候要半休學前 你有先跟你家裡的人講嗎 其實第一次的時候沒有 第一次就大一 你爸不氣瘋了 氣瘋啦 他完全不跟我講話欸 冷戰 對啊 然後我媽就是當中間的橋樑 我媽也不知所措 那所以其實也辛苦他們 那時候我們真的是冷戰了將近 也是半年的時間 一直到我回去之後才有講話 就我再回加拿大 我不是在台灣大概半年嗎 我回加拿大之後才有講話 可是當我半年後 我決定要再回來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爸其實 我不曉得他的心態是什麼啦 是放棄我了呢 還是說他覺得好吧 那就尊重你的想法 因為有第一次的衝擊之後 對對對 所以其實第二次 你爸也很不簡單欸 你看你到那邊 他要供應你的學費啊 對 而且你是獨生女 對 你爸就只有你一個 因為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獨生女就是膨在手掌心 其實你說他們不愛我嗎 也不是 就是他們非常的愛我 那只是說 因為我沒有任何兄弟姐妹 可以跟我瓜分這份愛 所以所有的愛都在我身上 那在別人也 你可能覺得很幸福 可是在我身上 我覺得其實是 壓力 對 是一種壓力 因為他把所有的夢想 寄託全放在你身上了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某種程度是 壓力很大的 所以你一直想要掙脫他們 掙脫這個束縛你知道嗎 那所以那時候後來 我在第二次決定要回來的時候 我也沒有想過說 那時候我爸竟然會這麼好溝通 就跟他說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是打越洋電話嗎 對對對打電話 在我們那個年代 越洋電話是很貴的 超級貴啊 是 而且其實我 我剛去加拿大的時候 我傻的跟什麼一樣 我去的前一個月吧 我就花了不掉我爸好幾十萬 然後我一個月胖8公斤 哇塞在我們那個年代 好幾十萬是可以買房子的 因為 不是 你不用強調這個啦 那時候一碗填補到3塊錢 喂 你什麼年代啊 大王5塊 你知道大王5歲有買到3塊錢啦 那是大哥小時候 對 因為那時候 我剛去的時候還不懂得 那個匯率的東西 我就覺得 喔怎麼這麼便宜 就買對不對 對 後來才知道說 哇天啊 我花了這麼多錢 原來是幾十幾比一的 那一種概念 對 我在那的時候是大概29吧 嗯 28 29左右 我那個年代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覺得天啊 我後來我爸在跟我講 然後把那個帳單電給我看的時候 我在整個嚇到我天啊 我這一個月到底在幹嘛 我怎麼花這麼多錢 因為我完全不懂 你看我多傻 但是蠻好買的吧 對 超好買啊 而且全部的東西 欸 包色 完全不知道 對啊 大家覺得哇 好厲害喔 包色 欸 全買 欸 我請 是 是 是 之後才知道 哇天啊 太可怕了 原來這麼貴啊 所以其實我進8點檔 讓大家比較認識我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在民視 所以那時候還蠻感謝 陳剛心的 因為 因為 嗯 其實我剛進去的時候 他們 也覺得說我到底行不行啦 說真的 嗯 那拍了幾檔之後 就是被肯定 不管是從服裝造型 因為全部都是我自己弄的 那從服裝造型 然後到戲劇上的演出就 嗯 那說是演什麼戲啊 其實我第一檔進去的時候 是演愛 跟徐亨演夫妻 嗯 而且這檔戲很意外的 是那個胖子徐亨嗎 欸 現在瘦很多了 現在瘦很多了 對對對 就是那檔戲意外的 在東南亞造成很大的轟動 因為我連去新加坡做宣傳的時候 他們竟然說 那個時候所有的港劇 陸劇 韓劇 沒有一檔收視率超過那一部戲 只要時間到了 大家就是要回家看那部戲 然後陸陸續續像娘家啊 然後最被大家知道的應該就是 夜市人生的本恰恰 就是那個恰恰暴局那個 嗯 然後一直到後來 嗯 我離開了民視 然後再到了三里排戲 然後 之前的金家豪媳婦啊 就是所謂的本宗才 嗯 然後再到現在的 天之嬌女 方宝珍這個角色 嗯 那也是像 那你會不會覺得 演戲很辛苦啊 因為 老實說 我 我是很少在看電視劇啊 你為什麼不看呢 因為我太忙了 我知道你很忙 但你現在退休比較有空 你可以多點時間來看一下我們的戲嗎 好 待會趕快把那YouTuber那個連結給我 好不好 幫我來惡補一下 那你再告訴我說我演的怎麼樣 我想聽你的意見 其實我們在座就有一位 就就常就常在看耶 你知道嗎 他說他媽媽都會看你們的戲 天之嬌女對不對 真的假的啊 然後他就會跟著看 你不要不好意思都推給媽媽 其實你有看對不對 對他就會跟著媽媽一起看 所以他今天你要來 他就超開心超興奮 真的 謝謝好開心喔 但你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在台灣演這些八點檔的戲 他其實有 某方宇也蠻辛苦的 因為 好像我們感覺 我是外行啦 但是我感覺就有點像 民視就跟三立對不對 兩個就是很競爭 就像保利達比跟威斯比一樣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你喝了它我就沒得賣了 所以他們據說好像常常就是當 甚至可能你們到了現場 可能還在寫劇本 是啊是啊 因為也可能是因為八點檔 它是水 它是 on檔嘛 就邊拍邊播這樣子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有時候會 參與一些時事 所以有些時事的東西就是會 就是會臨時加本 所以變成說有時候我們到現場會等本 但現在有好一點 我們現在大概電子檔 都是前一天晚上就可以拿得到 但不是全部啦 因為畢竟 大綱是不是 大綱應該是前一兩天就會拿到了 那就是所謂的劇本的話 就是有可能會 有一些 比如說我明天要錄10場 我有可能兩三場是 今天晚上就可以先拿到電子檔 那其實它可能也是要明天才拿得到這樣子 這很辛苦欸 我覺得 對我來講最痛苦應該就是 例如說 你不知道你要幹嘛對不對 然後還有就是背腳本 背台詞 其實 會不會很麻煩啊 你們真的會照上面一個字一個字去唸嗎 還是說把大概的意思 演出來講出來就好 也是要看導演 例如說說你就生氣 然後你就自己掰一些什麼什麼 說一些什麼台詞 因為有一些導演他會覺得說 你不要改我的 你不要動我的東西 那有些導演是讓你自由發揮 而且也要看你跟你對戲的人 如果你自由發揮了 他接不到球 你這個東西也就沒有辦法成立了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演員跟演員當中 會去激出火花也是需要一點點的默契 跟可能是比較靈活一點吧 因為有些有些可能 我就遇到有過就跟我講說 那你的最後一句是什麼 我的最後一句一定要用 讓他知道他才知道他等一下要接哪一句 那我有遇到過就是我隨便加話 他也可以接得了的 就像你剛剛你剛剛講 胖子學愛 學兄那是因為我以前的印象 我很久沒看電視 他胃胖也是有原因 他每天一杯珍珠奶茶 最少 這能不胖嗎 真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他 我是在他身上學到 他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靈活 他就是 有時候他可能忘詞了 他會繞繞繞繞繞繞繞 繞很遠再繞回來 那所以我就突然覺得說 欸原來這樣也可以啊 所以我現在有時候也會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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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回來 可是這個繞的當中 你自己要去抓住你這個角色的人物個性 就比如說我這個人物會說的話 你不可能太跳離說你這個人物會說的話嘛 所以你可能就是會 自己已經有融入到這個角色 覺得說我這個人物角色大概會說些什麼 包括你劇本來的時候 你也會有時候因為畢竟我們有寫手 那有個一檔戲 每一集大概要播兩個半小時 有這麼多條線這麼多演員 那不是每個寫手都能夠針對你這個角色 去寫每一段 每一句話每一段台詞 所以我們當拿到劇本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方寶貞應該不會講這個話 那我這裡可能怎麼說會比較好 但是我意思是對的 意思還是在這裡的 只是我的用語口吻 大方向對 對對對 我們可能就是我這樣方式去修正 因為你拍久了 有時候你自己要去拿捏住你 這個角色的人物個性 你如果跳太多 大家會覺得 你怎麼突然這樣講話 不是很怪嗎 對啊 所以你演著演著 就突然就結婚了 然後又突然又離婚了 對啊 你結婚的時候幾歲啊 我結婚的時候 二二九三十吧 二九三十 對 然後忽然就又離婚了 對 你就知道原來有時候感情就是這樣子 愛不對人 還是當下大家太年輕 也我覺得就緣分吧 你說愛不愛的對人 你愛的時候都是愛對的 當你不愛的時候就不對了嗎 那也不代表說 嗯 不在一起就是不愛了 也不代表說 我覺得每個人狀況不同 那我會覺得是 可能就是緣分到了一個階段了 然後就是該分開的時候就分開了 上輩子互相欠的 這輩子都拿來還 起碼我很早就還完啊 是 我問你零用錢的事情 那你女兒你從小會給她零用錢嗎 嗯 其實我沒有刻意給她零用錢 但是我要讓她知道就是說 你有需要你告訴我 我可以帶你去 那她會常常告訴你說 媽我要去買什麼 也還好 她不會覺得很煩嗎 也還好 因為你知道 例如她要跟同學出去吃個飯 你知道我收到她的第一個紅包 是她小學的時候 因為我爸以前都有看報紙的習慣 現在大家比較少看報紙的 他有看報紙的習慣 他把報紙收好 拿去做回收 然後賺您用錢 所以他第一次包紅包給我的時候 他還包幾十塊給我 嗯嗯嗯 所以我有點嚇到 我說你怎麼有錢 對 他認識小學 我真的是嚇到了 然後就是其實某種程度 我女兒是一個蠻貼心的小孩 但只是有時候 我會覺得她有點難溝通 是因為處女座 就是比較死腦筋 就像她是A型 欸 我有沒有得罪很多人 哈哈哈 因為A型比較不容易表達出 她內心真正的感受 她比較悶一點 其實我告訴你綜音 我這樣聽一聽喔 我這樣聽一聽 我們這樣錄影 錄了30分鐘左右 對 我覺得你女兒 你覺得我很霸道霸虎是不是 你女兒的個性 根本就是你們家 家族的遺傳 對不對 從她的爸爸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然後你看她 她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唸到在國外唸書 說回來就回來 完全不顧爸爸的感受 然後再講到你女兒 欸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就我們家遺傳的基因 非常的強欸 強烈對不對 有沒有道理 所以我不能怪她就對了 對 你不能怪她 你看到她就像 當年你爸爸的東西 欸其實我真的這樣想過我自己欸 但基本上我覺得 你對於你爸爸媽媽 其實也應該是孝順貼心啦 也還好啦 對不對 也還OK 孩子其實都這樣 那爸爸媽媽都這樣 都很好拐 其實我女兒小學的時候 她也包過一個紅包給我 她就是把 可能是我啊 還是我太太是誰 包給她的紅包啊 她又抽了 好像200塊吧 又包給她 她在上面還寫字欸 什麼親愛的爸爸 什麼什麼 這拿你什麼 我比較想聽你的感受 你的感覺是什麼 好開心喔 其實那個紅包我到現在 我女兒你看 跟你女兒一樣大嘛 她那紅包我到現在還在欸 真的假 真的 我還是一直放在我的抽屜欸 跟我過世 我的爸爸的眼鏡 放在一起欸 哇 所以你知道吧 其實當父母都很容易拐 也沒有欸 我女兒小學 好像二三年級 有一次我們去外面吃 把她剝了一隻蝦 餵我吃 我有拍照起來 然後我就 我就講了好幾十年 講了十幾年 知道現在 我女兒就剝那麼一隻蝦給我 不要這樣子 起碼她做了好不好 對起碼她剝過一隻蝦給爸爸 因為你看嘛 你知道嗎 你這個感受 就對小孩來講 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勵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是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我是獨生女 是 有一年呢 我就覺得 嗯我現在有賺一點錢 那我要回去 因為我爸又愛面子 那我要回台南 請我爸媽吃飯 然後把我爸爸的那些姐妹 全都請來 這樣一桌滿滿的 大概十幾個人 這樣子 橫大一桌 然後呢 我就寫了一張卡片給我爸 你可以假裝一下當我爸嗎 好 你在做什麼 這是我爸 這是我爸 然後我就 卡片給他 然後我就 爸爸 啊 父親節快樂 你知道我爸有什麼反應嗎 假裝你現在你是我 哈哈 就這樣靠著爸爸生 生 啊好啦 真的 他就這樣喔 對啊 十幾個人欸 啊好啦 就把我撥開了 他一定是 不太好意思 對 其實他 其實我們都知道他很愛我 你看他提供我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但 他就是不會表達 但是那個紅包搞不好現在還在欸 一張卡片而已 一張卡片 搞不好那個卡片現在還在欸 嗯 到我爸爸走那天 我整理他的東西都沒有看到過那張卡片 啊 你爸爸 走了嗎 對 我這邊資料是有看到 你爸爸後來生病了 你照顧他 對 什麼時候走的啊 嗯 大概有五年了吧 五 對五年 五六年 對 哎呀 人生有時候 紀遇就這樣 而且他 好快喔 其實因為我爸 就是後來因為他生意上有一些狀況 嗯 他就整個人就很萎靡你知道嗎 然後每個 喪志嘛 對 對 那 可是這種東西 我也不能說什麼 是 那你說這時候 尤其對一個愛面子的人 你怎麼鼓勵他 對他來講都是一種傷害 我只能說 啊就有空就跟他們吃飯啊 多跟他們吃飯這樣子 那像我 有時候我就說 哎 上來台北啊這樣 就 讓他們能夠多走 走走多跑跑這樣 那能夠盡量給予的就給予 然後後來就有一次 我爸就跟我說 嗯 他不舒服 然後他在台南住院了 然後醫生跟他講說 可能有不OK的東西 嗯 我說那你就趕快來台北啊 我就安排他到 因為剛好有認識的關係 就安排到台大去 然後做一系列的檢查 之後發現 哎 確實就是不好的 就是癌症這樣子 是哪個部位啊 嗯 其實那時候已經沒有辦法 追蹤到最原始的部位 因為他已經是08了 怎麼就是跑了 所以最後 反正就是 醫生開的證明是08 惡性腫瘤這樣子 然後 結果 呃 在台大 做了治療 然後 化療 開刀 等等這樣 一切的一切 我發現 我爸到最後那一刻 還是撐在那裡 嗯 這當中剛好整整一年 我永遠記得剛好整整一年 他完全就是 就這樣好 很多老人家 到最後那一刻都會說 喔他要回家 嗯 他要回老家 嗯 那因為畢竟他在台北 那我們家算在台南 嗯 那我媽就說 那你要回去嗎 她一直說 不要啦 不要啦 我沒要回去啦 減小 嗯 我就現在想 你在減小什麼 嗯 你就回家而已啊 為什麼要覺得減小 他就覺得說 嗯 他還講說 我就像那些人這樣 下去 賓宜館 清財辦辦的就好了 不要再回去啦 減小 他只是一直這樣講 那你就到最後那一刻 嗯 要他簽一些文字幹嘛 他講話已經都是 口齒不清了 然後連要握筆 都握不住的時候 你就覺得 蛤 原來人是這麼脆弱 就是 當你覺得 沒有就沒有了這樣子 然後所以那時候 嗯 我為什麼都不懂 然後回台南 因為我們是 醫生還跟我講說 他還說叫我切放棄 急救同一所受 我真的是握著筆 然後眼淚滴著 這樣子顫抖的去寫 嗯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不想寫 可是我不想看到 他那麼痛苦 然後回到台南的時候 因為他又不想回家嘛 所以 呵呵 無限量供應 好煩喔 對啊 滿一送一 因為他又不想回家嘛 那他不想回家的情況之下 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那因為 就聽一些老人家說 人還沒有斷氣的時候 是不可以送到殯儀館的 那你知道我好慌喔 因為 不可以送到殯儀館 他又不回家 我真的不曉得 我該怎麼辦 嗯 那還好那時候 我表妹因為 他在南部的 醫院是護理人員 醫院是護理人員 我就跟他講說 那怎麼辦 你可以找一個病床給阿姑嗎 給大姑嗎 然後他就是 那時候沒有安寧 還是說比較不實心這個東西 嗯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 在 在 醫生也沒有建議 要他安寧 說真的 因為他 其實都很快 那最後 當他 要 醫生要我叫救護車 把他帶回去的時候 其實 他只是因為 需要麻煩止痛 所以他是 呃 片段的清醒 可是 當他 有清洗的時候 他是什麼都知道的 所以 他最後 真的很辛苦 因為你還要電療化療 你知道他電療到啊 他的背部啊 整個起 我不誇張 這麼大顆的水泡 他等於 連躺都沒有辦法 他 那也不能把他硬刺破 那只是一直用貼布 把他貼著 讓他吸取他的 那個組織液這樣子 讓他慢慢 所以 他真的很辛苦啦 其實到最後 那 嗯 當 那一天晚上 因為 回台南當然就很多 親戚會來看他 然後你就會看到 他真的到最後 已經進入那種 民流狀態 然後就 手一直這樣子 就 也不知道他在看到誰了 他要擁抱誰這樣子 那 嗯 當 那一天 隔了一天的晚上 醫生就來找我 醫生跟我講說 嗯 他現在喔 心跳都在兩百多以上 哇 這麼快 你知道這樣有多辛苦嗎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 你要想想看 你跑個超長十圈 一直維持在這種狀態 心跳到兩百多以上 你知道他真的很痛苦 所以我建議你要不要把他拔管 嗯 嗯 我當下聽完我就開始哭啊 我也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因為我知道他很辛苦 可是 可是我真的不想去做這個動作 我懂 對 然後 嗯 一直到 他就把我趕出病房 所以最後是我表妹幫我爸爸拔管的 嗯 所以我就覺得 嗯 很謝謝他 也辛苦他了 因為 可能他 嗯 身為醫療人員 他覺得這種東西是沒有什麼 但是 嗯 畢竟是自己的親人 是 一定是會 很辛苦的這樣子 對啊 所以後來爸爸也是安寧的 就這樣走了嘛 對對對 也沒有再多拖 對 所以你看看喔 我覺得 我覺得一般的人就講說 啊 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 其實都還沒有說 像你這樣來 來去講這句話 比較有這個 有這個 這個power 對不對 嗯 我好處想就是 我人生的這樣一路走來的 所有的經歷 真的帶我戲劇上的表演 有很大的幫助 是 但我想 沒有任何人願意 用這樣的方式 來讓自己成長 當然 那只是說 遇到了我就得去面對 那面對了 就讓我自己更著裝吧 嗯 就是這樣 欸 你終於你從小就很漂亮 對不對 我嗎 哈哈 我猜啦 不只要用猜的 你這樣看起來就是 漂漂亮亮 沒有啦 因為現在醫美很發達嘛 最好是啦 你第一次跟男生手牽手 是幾歲啊 小學嗎 哇塞 還是國中啊 第一次跟男生手牽手啊 高中吧 到高中了 對 OK 那麼 你會 你會排斥說 那個 我女兒交男朋友嗎 你女兒才十幾歲 屁孩 我就說你 你 我怎麼了 對啊 那 你看看 你也算是一個 很活躍的女演 對不對 然後 生活應該也不是說 那種很封閉的 其實太活躍 也是一個關鍵 你知道嗎 太活躍了 反而很多人不敢靠近你 所以你總是哪大 就說 不太敢不敢 真的嗎 我有很多男性的朋友 因為我可能我個性嘛 我還蠻哥們的一個個性 所以我很多男性朋友 那自己說 會有人對我特別想法嗎 你有沒有直接問啊 或是你就直接問啊 你說 有 有一些特別想法 也可能這些人當中 也剛好沒有一個 是我覺得 OK 所以我不可能去問吧 嗯 對啊 你會 忌會就是說 跟你們這個同業 就是 一樣是演員 就演藝圈 應該這麼說 你會你會覺得說 會盡量避免找演藝圈 來談戀愛 還是說 希望找例如說像上班族 其實這個還蠻矛盾的 因為我其實 嗯 某種程度還蠻排斥 嗯 同一個圈子的人 可是 外面你說不同圈子的人 要了解你的生活作息 跟你的工作環境 賺就沒賺的你多 好難喔 對不對 你一檔系就一間房子 欸 你說的怎麼這實在啊 他可能要 真的有沒有 我多也不是重點的啦 可能要十年 嗯 才是小泡房 重點是 可能不要講什麼 光只是可能我們朋友 一起吃個飯 他就會說 嗯啊你拍戲喔 啊你拍戲都在演戲啊 啊你都拍到幾點 啊你那個演哪呢 就會好多這種問題 可是這種問題我真的是 嗯 回答有點密了 我平常聽他 就覺得這個行業就是這樣子啊 對而且我講了你也未必會懂 因為你真的不懂這個行業嘛 所以其實我就是還蠻矛盾的 就是會想要 嗯 希望找這個圈子以外的人 但是這個圈子以外的人 他又沒有這麼了解你 這麼懂你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你生活上 如果有好多好多的 必須要解釋跟 跟跟說話跟教育嗎 這麼說嗎 因為我覺得這樣好辛苦喔 所以外面的人在看你們 就覺得說應該都光鮮亮麗啊 待遇各方面都不錯嘛 就是至少比那種上班族 領一個月幾萬塊的薪資來講 有拍戲他的收入都還蠻高嗎 憑良心說 基本上是這麼回事 對啦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我 你用平均值去計算的話 我拍一檔 我如果拍一檔拍一年 然後我修兩年 這兩年我必須要用這一年的生活費去 的收入去過火耶 所以我的平均值也不見得有 比上班族高出多少 只是說可能因為我在螢幕上 我會比較有所謂的周邊利益 我只能靠這些周邊利益 幫助我能夠過得比較好一點 其實拍戲真的還好 我們再回頭再去看 那你會覺得說當初如果 好好的把這個音樂的這個 這個學業給完成 然後搞不好回來 你現在有感應到我爸 要跟我說什麼是不是 你爸有這樣覺得嗎 他有覺得說你當初如果這樣 其實到後面我爸其實有 有覺得說 聊天的時候好辛苦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可是某種程度他又蠻開心的 就是覺得有面子 對 可是就是 演藝圈你覺得這些人事會很複雜嗎 就是大家相處起來 你會覺得哎呀這很多的圈圈 很多美美格格 其實我覺得各行各業都是這樣 只是他的美感跟他的狀況 不太一樣而已 但是你說這些人事物 當然都是會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你現在在演的天之嬌女 他這是什麼時候開始播的 是去年下半年嗎 去年的八月 開始播 你感覺了 依你這麼老資格 你覺得這一檔戲呢 他會拍多久 他會演多久啊 像去年八月 基本上大概都一年半左右吧 都會一年半左右 最少啦 有的人演兩三年 我有演過三年吧 對啊 大概一年半左右啦 有人還在哭啦 是怎樣啦 可能錯到他哪個點了 那我可以講講我女兒的很可愛的一面 給你們聽好了 好啊來讓妳說 有一天啊 我女兒就跟我講說 欸今天報紙有妳耶 我說怎麼了寫什麼 她就寫說 我忘了確鑑內 然後就寫說 妳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是講我一些媒體上這樣 我就說 喔啊然後呢 妳怎麼知道的 她說我同學都在講啊 我們學到報紙 她就說我們學到報紙看到妳啊 我說喔然後呢 孝刊那個叫孝刊了 對不對 然後她說 所以我就趕快去把它拿起來啊 我現在想 妳為什麼要趕快把它拿起來 是讓妳覺得很不舒服 很丟臉妳這個媽媽嗎 她說我就說 妳為什麼要把它拿起來 她說沒有啊 我不把它拿起來 妳就會被妳拿去擦玻璃了 妳知道嗎 那時候是發生在高中 高中 我現在想說 因為有孝刊 我猜應該就在高中 對我就想 不錯喔 你還怕我被拿去擦玻璃 好啦 我們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那個很可愛的鄭仲英 那本人呢 真的比電視上看起來還要每三分 那個性呢 也是相當的活潑喔 那人生總是會歷經很多的 如意跟不如意的事情 這就是我們人生的養分嘛 那今天 在這個將進入了快一個小時的時間 來跟我們分享的許多 尤其我們大家對演藝圈 尤其是八點檔這一回事呢 大家都充滿著好奇 充滿著八卦 那相信今天這一集讓大家了解到 就是我們可能在戲劇當中 在媒體當中完全不一樣的中音 也祝福他 那這一檔戲呢 可以拍個三五年好不好 可以吃好多年 對 到時候祝你敘拜好不好 好 沒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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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在哭什麼啊 還是過敏 你覺得很感人 我是覺得很感人啊 但是我覺得也還好啊 他爸爸過世 我爸爸也過世啊 我阿嬤都過世了 阿嬤也不在啦 對啊 然後還有女兒 我也有女兒啊 是不是 那大家都在社會 你有2K倒沒有啊